OK,我们来看一下4.2的这个矿物的鉴别 矿物的什么是最容易观察到的物理性质 应该是颜色吧 应该是最外观 然后呢,光在矿物表面反射所引起的 应该就是光泽 那无油翅膀上画出一条粉末的痕迹 它叫做调痕 矿物受力后会沿着一定的方向破裂 而产生了光滑平面 它叫做结理 再来的就是破裂面如果成各种凹凸不平的形状 它就是所谓的断口 那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少考的 划痕法呢,是最容易 最是简单一行的方法来测试矿物的硬度 这个是硬度 然后呢,矿物能够在硬度比它低的矿物上 划出这个刻痕 然后呢,同时也能够被硬度比它高的矿物划出刻痕 这都是根据回课本写的东西 那根据这个图,这是摩世硬度表 然后呢,现有四个矿物 分别是钢错刀 分别用钢错刀 玻璃、硬币和指甲上面划痕 然后哪一个是可以被划到 如果能够被硬币划出划痕 但是不能够被指甲划出划痕 那它应该是在这,介于这两个之间 所以应该是方解石,对吧 所以这个有选项了 应该可以选到方解石的 然后呢,如果能够被逛错刀 划出划痕 但是不能被玻璃划出划痕的话 那应该就是夹在6号这边了 那应该是长石 接下来呢,如果能够被指甲都划出划痕 它应该是石膏或者是划石 那这边因为没有石膏的选项 我们就只能选划石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OK